台湾家用快篩 实际价格300多块成世界级高价 更是别国的两到三倍 蓝军质疑根本有售价大黑洞 连政府自己都觉得贵 有业者更揭秘台湾开发快篩 研发费加管销成本 其实一计底价才约六十几元 大规模一财厂甚至能压到四五十块 台湾快篩会订出三百元价格 是业界跟官方协商订下的共识 才能趁正一波打平之前的亏损 一堆人在花狗烂财 我们台湾篩季比别人贵那么多 那他们说我们会把它压下来 请问两年后还在讲说我们要压下来 你要不要连 新加坡多少钱一百到一百三 韩国一百四 人家都可以这么便宜 为什么你不能 不用担心 不只快篩 台湾连PCR也是超级天价 有人质疑 同样是医护操作PCR 为何台湾的价格如此高档 大陆的时候PCR检测20块人民币 核台币86块钱 我在台湾第一次最贵8000块 政府说好降价了 现在多少7000块 有些地方是用了6000年好 相对于86块 这是什么比例啊 指挥东西核准的时候 它为什么要核准这么高呢 这个就因为它不是在成本考量 它是可能这个都是要突利于 我们的这个厂商 但是这个东西我也希望能够适可而止 不需要太过分 当疫情重创全球 过去我们骄傲 世界跟不上台湾 讽刺是这快篩和PCR的价格 世界还真的跟不上台湾 这有成交棒李一璇台北报道 薄薄的试剂片在自动化制程上 置入卡夹中 精准组装 随着疫情升温 快篩试剂公补应酬 制造厂商也从单日生产6万剂 扩增产线到一天20万剂 需求量暴增超过三倍 现在疫情扩大 所以我们工厂做快篩试剂 是以24小时不停机在生产 像是通路商销售也下下就有台北市中山区 这间药局 与上个月相比 卖气提升10倍 卖场超商出现强购潮 另外莱尔副销量增加5倍 OK熟温度也破表 加勒服业绩也提升50% 我比较担心 然后加上现在进公司之前都要先筛 不过台湾的快篩试剂费用一个要价250到400元 也引发民怨 因为像是冰岛80元 马来西亚50到70元 香港一个30元 甚至每一户都能免费发20个 美国也能免费领取四次 指挥官陈时中也强调正在演你真用 基本上会比较像是这样口罩在分配的时候 那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让想取得都可以比较低价的来取得 跟各个制造厂商或进口厂商 来盘整相关的资源 价格那得一定要降的 专家提醒家用快篩试剂与PCR不同 只要将裁剪棒往鼻腔慢慢戳 感觉碰到鼻壁 再左右转五圈即可 不需要死命往鼻腔里面戳 掌握配复以免自我筛减筛到不舒服 记者黄明君陈嘉伦台北采访不到